大家好,我是真一杰,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现货以及6月期指 今天出现了一段霞幅盘整的震荡走势 那中场现货下跌了20点 6月期指则下跌了17点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个6月期指 今天的当冲走势图 今天整个6月期指出现了一个霞幅盘整格局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行情真的小到很可怜 有多可怜,竟然只有22点的一个区间 最高点跟最低点竟然只有22点的一个区间 那其中我们来看这两个高低转折点 最低点10.184在9点半的时候出现 最高点10.206在9点44分的时候出现 整个行情压缩在22点以内 那么今天收完盘了 我相信还是有人在这么狭幅的行情里面 可能因为使用到不当的工具 所以导致于今天可能受伤 各位,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麻烦你去把你手头上所有期货的超盘软体 去给他打开来看一下他今天的讯号 我说今天如果你真的是在使用 红买绿卖软体的话 我请你去做一件事就好 来,去看一下你的软体 如果没有讲错的话 你的软体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放空讯号 我说的是红买绿卖哦 然后你的红买绿卖被扒了一趟冲上来之后 他接着在这里又出现了做多讯号 对不对 杀下来之后 又开始出现放空讯号 弹上去再做多 杀下来再放空 如果没有讲错的话 红买绿卖软体在今天至少会被修理试探 而这试探完全都是因为最高杀低造成 完全都是因为切入的点位错误所造成 所以在今天 如果你手楼上还在使用红买绿卖软体的话 你一定要认真的看我这一集节目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集节目里面 我要很认真的来告诉你 红买绿卖真的能用吗 如果你现在手楼上都是红买绿卖软体的话 他真的能帮助你吗 他真的能用吗 你一定要认真听我的分析 你听完之后你就会知道 你这个工具到底要不要继续用下去 你听完之后你就知道 你的工具到底该不该用下去 那当然 在告诉你红买绿卖能不能使用之前 刮别人胡子之前 先要刮干净自己的胡子 在今天这样子一个侠府行情里面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动作 我讲过一件事情 其实每一天的棋子当冲 各位我讲过什么 如果你想要赚钱的话 一定是想办法在低点做多 一定是想办法在高点放空 这个才是正确的方法 我没有讲错吧 你只要每天能够在低点做多 每天在高点放空 你一定能赚钱吗 重点是你要抓到那个低点跟高点 我没有讲错吧 好那来看一下 在今天行情里面我们怎么做的 你来看一下我们的做法 跟你的红买绿卖有什么差别 首先你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转折特工队今天做的单 我相信这个转折特工队大家都不陌生 我也不用再多介绍了 来直接看一下我们今天挂单 8点45分 转折特工队每天一开盘就挂单 收到讯息之后 事先给他预挂10214 干什么 定价做空 然后要做几口 至少两口大台子 来直接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转折特工队 其实挂了两笔单 一笔单叫做高空 一笔单叫做低接 高出低进 我讲过了 一笔单叫做怎样 挂高高的等着放空 一笔单叫挂低低等着做多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挂高等着做空的价位 转折特工队今天挂两笔单 我们先看第一笔单 8点45分35秒 我们预挂10214做空 可是今天的最高点 来我们看一下 行情因为太小 最高只有来到10206 9点44分的时候出现 所以今天这一笔挂高空的单子 他没有成交 因为差8点 没成交 来你继续往下看 这是高空的部分 那低买呢 低买我们挂什么价位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低买在8点46分挂单 转折特工队收到讯息之后 事先预挂10177 定价做多 至少两口大台 在8点46分 我们同时挂了一笔 低阶的一个单子 他叫10177做多 可是今天的最低点 我们来看一下 只有来到10184 在9点半的时候出现 这一笔单也没成交 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因为行情实在小到 有点夸张 所以今天的转折特工队 不管是做多 或者是做空 都没有成交 没有成交之后 我告诉会员什么事情 我们接着往下看 来 转折特工队 今天如果说 没有成交的话 表示今天的行情区间太小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动作 各位 这是很罕见的一个情况 因为行情区间太小 所以我们的转折特工队 就干脆不动作 明天再操作就可以了 好 今天的转折特工队 确实没有一笔单成交 没有成交 我们今天没有获利 但是有没有损失 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 如果没有成交 何来的损失 你懂我意思吗 那因为今天这种盘 行情实在太窄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成交 没有获利 那没有获利 自然就没有损失 合情合理 对不对 可是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在今天虽然没有成交 可是我们的做法到底对不对 我希望你来看的是 今天跟昨天的一个操作 今天没有成交对不对 是不是好法无伤 昨天怎么做的 昨天这个盘 各位 我还是告诉各位 是否要高出低进 其实每一天都是要高出低进 我昨天也讲过 昨天的盘 我们是不是一开盘 8点46分 就挂10129做多 一样是转折特工队 我都在跟你讲同一个组别 转折特工队 昨天10129做多 这段行情喷上去 然后接着在哪里做空 10201做空 这昨天的10201做空 在昨天我们用高出低进的方式 会员朋友看到了146点的涨跌机会 在今天虽然没有成交 可是跟鸿买绿卖软体的使用者来比较起来 你会发现 其实今天根本就没有必要做 因为你每做一趟就损失一趟 特别是在使用鸿买绿卖软体的投资朋友 所以在今天各位如果我没有看错 也没有判断错误的话 今天的鸿买绿卖软体的客户 你如果还在使用别的老师的软体 而不是使用曾老师的这一套 先人指路系统的话 你今天绝对至少被修理个三到四趟跑不掉 所以在今天我一定要来告诉你 鸿买绿卖软体为什么让很多人没有办法赚钱 我开始要来破解了 你仔细来看 来开始来看 究竟鸿买绿卖软体跟曾老师这一套软体 他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我也要一并的来做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期货软体 亲爱投资朋友 现在很多人也是出来卖期货软体的 你一定要更加的谨慎来挑选 首先 有没有明确的进场点 这一点很重要 我说过了鸿买绿卖软体 他都是看K棒 鸿棒他叫你买进 绿棒叫你卖出 他不会有明确的买卖点 他不会有 可是你看一下先人指路系统 他会告诉你明确的买卖点 我举昨天的例子就好 昨天的例子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的系统或者是我的抠讯 都会给你很明确的进场点 什么叫做明确的进场点 我们来看抠讯 这是张的盘 张的盘最多是10115 对不对 那我的抠讯来请你来看一下 这个叫抠讯 是不是很明确告诉你 预挂10129定价做多 各位你需要的应该是这种资讯 而不是什么看到红棒子 看到绿棒子 然后自己选择进场的价位 那个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但是很多老师出来混的 他会卖你红买绿卖软体 他会告诉你 看到红色的棒子就进去买 看到绿色的棒子就进去卖 他不会有明确的进场点 所以你在挑选软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红买绿卖通常都没有买卖点 通常都不会有明确的买卖点 或者是他的买卖点 根本让你买不到或者是空不到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买软体要很仔细 很注意 再来 买软体一定要问他 你这个软体能不能计计计算转折点 通常红买绿卖 他是不可能计算转折点 为什么 因为他永远在追高杀低 那当然一大波趋势盘往上涨的行情 或者是一大波趋势往下跌的行情 这种盘他才会赚到钱 可是试问各位 最近有这种盘吗 你会发现根本没有 昨天可能有了 昨天稍微有 有一点这种趋势盘的味道出来 那重点来了 他是到这里才翻多 他早上还在放空 他到这里才翻多 你敢做吗 所以红买绿卖到底能不能用 我要一步一步的破解分析给你听 如果你还在使用红买绿卖的话 我要告诉你 真的要悬崖热马 来各位 一定要检查你的软体 是不是跟我所讲的一模一样 第一个他没有明确的进场点 第二个他根本不能精算转折 再来哦 再来哦 接着你往下看哦 红买绿卖还有什么问题哦 我要破解了哦 破解红买绿卖软体 各位 很多软体啊 很多老师在卖 他没有一个明确的买卖点 都随便老师在讲 各位都随便老师在讲 他说赚钱就赚钱 问题是你使用他的软体 有没有赚钱你自己最清楚 你听我的意思吗 他会告诉你就跟着软体做就好了啊 他也不会给你任何讯息 问题是 你认为你需要是这种资讯吗 如果都自己判断自己做 那老师的价值在哪里 你听我的意思吗 而且没有买卖点 老师随便讲 说他赚钱 说他赚钱 你真的有没有赚钱 我想你最清楚 只有K棒 你能够真的知道买点跟卖点吗 还是说你需要的是 曾老师这种资讯 曾老师什么样资讯 来我给你看一下 我的资讯 我要告诉各位 都会有明确的买点跟卖点 比如说像昨天 这个叫事先预挂 10129 这个就是买卖点 你听我的意思吗 10129定价做多 至少两口大台 你说像今天 今天有买卖点 我们都会给会员朋友 一个明确的买卖点 好 那像今天 你仔细看他的节目 今天是属于盘整盘 他一定被双疤 然后他一定不敢讲 然后他接着表演解盘 故左右而言他 或者是他干脆讲股票 如果他有两张执照的话 你听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在使用红买率卖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觉得 好像他在讲的都是在赚钱 可是像今天这种盘 他不会讲说他赚钱 可是他会做一件事情 他会解盘 事实上他根本就是被双疤 他不敢讲 所以他故左右而言他 这个就是红买率卖软体 所以说做一个比较之后 你会发现 你为什么会输 来我们来看一下 导播拉近 我的智慧版 先人指路 他是每天8点46分 就事先预判 而且他有明确的买点跟卖点 他是属于领先指标 红买率卖软体 他是属于传统式的软体 在K棒收定之后 你才进场 拜托 一根K棒三分钟五分钟 等到收定之后 那个价格都跑二三十点了 他根本就是落后指标 那我们是在一开盘 就挂高空挂低满 这个是我们的软体的使用方式 保证定价 绝不滑价 一开盘就挂单 他必须要试价 K棒收定之后 试价去追价操作 保证你经常滑价 光滑价你就不知道被吃到几点了 再来 我们的软体是针对转折 高出低进 红买绿卖忽多忽空 追高杀低 今天最明显 如果你有在使用红买绿卖软体的话 你今天一定要特别的去看 这敢没用 你能被扒几次 我相信在今天被扒个三次四次的人 你一定是 你一定很清楚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说问题现在来到了这里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你到底要怎么做才会赚钱 我还是老话一句 不管是行情有多大或多小 你只要记住曾老师所说的一句话 像今天我们挂10177要做多 等于是要挂着低点买 挂10214要放空 等于挂着高点要放空 我们所拆取的策略都是在低买在高卖 而这也是期货 他要赚钱的一个方式 各位应该认同吧 一定是在低点买在高点买 你才有利润可以赚嘛 那如果说红买绿卖的话 他今天是杀下来之后 因为是落后指标才在这里放空 或者是涨上去之后 才在这里告诉你要做多 接着杀下来又放空 涨上去又做多 杀下来又放空 你只要今天去收你四次你就罢了 明天就算他准了 你也不敢跟了 我讲的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相信投资朋友 你又在使用红买绿卖 你也一定很认同 明天我就不认为你敢跟 结果明天也许行情对了 你看到你的老师又拿他的软体在表演 今天输的他完全都不讲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现在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在于你的工具对不对 如果你选的不是这套软体的话 你要注意的 明天的盘你要怎么赢 来各位 明天盘你要怎么赢 明天还是一样 我告诉你答案好了 在高点放空在低点做多 老师 高点放空低点做多我知道 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高点在哪低点在哪 很抱歉 我现在也没办法告诉你 可是明天一开盘我就能告诉你 为什么明天一开盘就能告诉你 因为明天一开盘 我的转折特工队会透过这套软体 把高低点先算出来之后 然后我会发给我的客户 我的客户只要是转折特工队 每天8点46分一定会准时收到抠讯 到时候收到抠讯的时候 转折特工会的会员朋友 他们就会挂高空挂低买 挂高空挂低买 就形成了一个高出低进的策略 所以说现在你问我明天要怎么赚钱 我只能告诉你 你把中场资讯看清楚之后 然后火速采取行动 明天等我的抠讯通知 什么样的抠讯 高点放空的抠讯 什么样的抠讯 低一点做多的抠讯 如此一来 明天你自然就能赚钱了 这边我们稍作休息 大家回到节目现场 谢谢各位 转折特工队 转折特工队 转折抓得好 操作没烦恼 现在开放 一记只需要28800 轻松拥有价 转折特工队 轻松拥有价 一记只需28800 买在高点空在低点 绝对不是白日梦 转折只要抓得好 你的旗子当冲操作自然 就没烦恼 迎战旗子当冲 当然要选择齐王真老师 速播迎战专线 022578 3777 022578 3777 转折特工队 轻松拥有价 一记只需288 转折抓得好 操作自然就没烦恼 欢迎下旬服务人员 谢谢大家 银家 赢家的秘诀买在当日低点 空在当日高点 你知道但你却做不到 祈王真老师超过20年 齐全实战经验 帮助您抓转折 旗子当冲转折特工队 一记28800 掌握转折不影也难 立即来电 抢得先机 022578 3777 022578 3777 齐王团队 齐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价进出一定成交 三 停损停利 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快横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立判 机不可失 横 顺势加码 推升获益 准 停利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齐货 选就选 最好的齐王团队 请播 022578 3777 2578 3777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为什么先人指路系统 可以击败几乎所有 清泥色的红买绿卖软体 我们来看一下 这套系统 我敢保证 一定跟你的红买绿卖大大的不同 而且一定能够轻松的击败你的红买绿卖软体 为什么我敢这样讲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你只要使用先人指路智慧板 我有三大保证 这三大保证绝对是红买绿卖做不到的 来 一个一个拉近来看 所有软体的转折点 我们保证 在8点46分 就事先给他公布 不管是压力 或者是支撑 高点跟低点 绝对都在8点46分 事先公布 再来 所有软体的转折点 会员朋友 你在电视 节目上所看到的 跟你在软体所看到的这个点位 我真一解用性命 以及人格保证 绝对不会造假 你懂我意思吗 只要造假 要赔多少钱 随便你开口 你在软体看到的这个价格 跟我在电视上所讲的这个价位 还有时间 我说的保证是一模一样 只要不一样 你说你要跟我索取多少钱 我都无条件的给你 这是第二个保证 第三个保证 我们保证 不需要去更改任何的参数 也不需要去调整任何的资料 讲到这一点 我就觉得很好笑 之前有个老师 也是在讲软体 他说什么 他的指标 可以事先的预测 隔一天的高低点 好到这里我没有意见 也许真的做得到 可是通常到隔天 他都会告诉你他要调整 我就觉得很奇怪 如果真的准的话 干嘛要调整 各位你听懂我意思吗 结果这个老师现在不见了 那为什么会不见 不准嘛 不准当然就不见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只要听到任何老师告诉你说 哦这个参数要调整 要变得更准 或者是要调整什么资料 那都骗人的 如果真的准干嘛调整 调整个屁啊 你听懂我意思吗 真的要准 那就需要去调整 所以说 如果刚才需要调整的软体 那都行销的 那都早期的 那都骗人的 你听懂我意思吗 那我的软体 我敢讲 光这三点 就能够打败 几乎市场上 所有在卖软体 而且是红买绿脉软体的 这个怎样 这些分析师的这些软体 这三大保证永久有效 然后再来 我也讲过一件事情 城市交易 它不等于红买绿脉 真正专业的操盘软体 你一定要这个功能 具备精算转折功能 你才不会在那边追高杀低嘛 对不对 像今天 我敢讲 今天这个盘啊 你赶快去使用红买绿脉软体 看看 你钱最好准备多一点 起码扒个三到五趟 那个跑不掉 因为今天盘就这样 上下上下上下 然后区间只有22点 这绝对会被扒很多趟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接着 你看一下你老师 他今天一定不敢讲 他的期货的软体的一个操作 为什么 因为被多控双巴 然后他开始呢 雇左右有淹他 接着怎样 甚至于讲股票 你懂我意思吗 只要是这样子 就代表他的今天软体 根本不OK 你懂我意思吗 记住一件事情 赢家的秘诀 我讲过很多遍 他永远是买在低点 空在高点 答案每个人都知道 可是呢 很多人却做不到 为什么 做不到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方法 事先啊 来知道这个高低点 那我也讲过 如果说有一种方法 他可以让你8点46分 各位 这是开盘一分钟 就事先的去规划 去知道当天的高点跟低点 而不是等收完盘才知道 你能不能成为赢家 各位 现在我证明给你看 像昨天 今天啦 我们两笔弹都没成交 转折特工队的会员 但是昨天的转折特工队 来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的转折特工队 昨天最低10115 8点51分 导播拉近 事先预挂 10129定价做多 有没有点位 有 怎么做定价做多 做几口都告诉你 而且事先预挂 绝对跑不掉 如果能够事先预挂 10129在这里做多 来各位 然后再按照软体的规划 来到高点 拉近 10201去给他放空的话 你会发现在昨天 真的就是高出低进 怎么说 昨天10129做多 10201出掉 大涨144点 10201放空 来到收盘出掉 跌两点 两段交易加总 他叫涨跌多少 146点 你有没有看到 这昨天的操作 而在昨天 我也敢讲 红买另外软体 在昨天确实是会赚钱 可是你会发现到 他赚钱的点 是在这里做多 你不信你回去看 一定是这一段杀下来 再冲上来 冲到这里 他反应慢慢拍 这里才出现做多训绕 那你来看一下 红买另外软体 在这里做多 他是确实可以赚到 这一段没错 但是跟这一节比起来 还是差很远 因为这一节 昨天请会在10129 第一点 这个地方去做多 所以为什么这一套系统 可以轻松打败 红买另外软体 因为红买另外软体 他本质上 就是一个落后指标 通常都要涨了一段 他才出现做多训绕 跌了一段 他才出现放空训绕 那好死不死在今天 涨了一段 你去给他做多看看 保证买在天花板 跌了一段 你去给他放空看看 保证空在地下室 所以今天红买另外软体 根本就是全军覆没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说现在重点 是明天要怎么赢 来各位 今天过去就算了 你明天要怎么赢 想办法在高点放空 想办法在低点做多嘛 高点放空低点做多嘛 那我问题是高点在哪 低点在哪 你要怎么做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知道答案 可是明天一开盘 我就知道答案 为什么 因为明天一开盘 我的软体会算嘛 这算出来之后 我会发抠讯来告诉你 所以你明天想要赚钱的 明天刚好一礼拜三结算 明天应该会有行情 留意中场资讯 让我明天一开盘来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 明天的高点 明天的低点 你就等我的抠讯 明天高点去挂着等着放空 低点挂着等着做多 明天你就会是赢家 有兴趣的 留意中场资讯 跟上我们的团队 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